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个主日是已年常年期第26主日 透过今天的读经和福音 耶稣要教导我们 在什么情况下绝不可妥协 在什么情况下却是需要宽容 福音的后半段为我们强调 在罪恶面前耶稣毫不妥协 他强调拒绝罪恶的必要 所以耶稣他这样说 倘若你的手使你跌倒 砍掉它 你残废进入生命 比有两只手而往地狱去 到那不灭的火里去更好 耶稣除了提掉砍掉手 他还提到了脚 眼睛 耶稣用如此与不惊人 事不休的对比 提醒门徒 第一 从正面来说 既然你们那么关注身体的状况 那么是否应该更关注 跟随耶稣的状况呢 因为我们的身体 总有一天会腐朽 在世的生活 总有一天会结束 但我们跟耶稣的关系 却是延续到永恒 并且决定着永恒的归宿 第二 反面来说 如果我们对身体的关注 让人或让我们自己离弃了耶稣 而离弃耶稣的后果 却是比身体受损严重的太多了 在必要的时候 你们是否应该舍轻取重 弃居保帅呢 所以耶稣愿意借着这样的比喻 这样的对比 来让我们明白 为拒绝犯大罪 即使是再大的痛苦牺牲 也要在所不辞 至于本主日福音的前半部 就是耶稣的另一个 有关宽容的教导 在什么事上需要宽容 这段福音是接续上个主日的福音 在上个主日的福音中 耶稣他提到 谁若因我的名字 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 就是收留我 耶稣在这里 他讲到了因我的名字 所以就促使若望中途 想起了他们出外传教时 所遇到的 与这句话有关的一件事 也就是有一个人 因耶稣的名字 驱逐魔鬼 其结果是门徒们禁止了他 因为这个人并不属于他们这个被拣选的团体 事实上 弟兄姐妹们 从若望所提到的这件事 以及在提这件事之前所发生的 他们一路上彼此争论 谁的地位比较高 这两件事 都让我们看到门徒 此刻对于耶稣所宣告的苦难 根本就是明完不灵 他们完全不明白 耶稣十字架的真意 也拒绝让十字架成为他们的神秘 而因为生命中缺少耶稣的十字架 所以满脑子想到的 是如何在世俗的诠释中去分一杯羹 因此所在乎的是 他们在墨西亚旁边位置的左右高低 也因为生命里没有耶稣的十字架 所以门徒自以为 一旦受墨西亚拣选 就是进入了拥有特权的精英团体 就高举自己在他人之上 因此所在乎的是世俗的虚假光荣 这种狭隘的心态 其结果就是如今天福音所记载的 若望对耶稣说 老师我们看见一个人 因你的名字驱魔就阻止了他 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这个时间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清楚看到门徒们的心 他们的整个生命 离耶稣实在还好远好远 于是耶稣他婉转地纠正他们说 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没有人以我的名字行的奇迹 会立刻来毁谤我 不反对我们就是赞成我们 这个驱魔的人 他明明是以耶稣的名 在驱魔赶鬼 换句话说 他也是在高举荣耀和传扬 主耶稣的名字 他就是行走在主耶稣的道路上 他就是在做主耶稣的工作 不是吗 但是若望和其他门徒 却只是因为这个人不跟从他们 而并不是不跟从主耶稣 就阻止了他们 若望其他门徒 把自己当成了信仰的特权接近 而之所以如此的偏狭 就是因为他们 是以那上位经历耶稣十字架的 那个自我 也就是以上位跟耶稣一起经历 欲越奥基的那个老我 在看自己 因此 这个上位经历十字架的自己 在跟随基督的队伍里 就只能看见自己 而看不到其他属于耶稣的人 是的 弟兄姐妹们 没有与耶稣一起经历过十字架 就缺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与宽容 因此很容易就会怀着一颗狭隘的心 对他人精精计较 精精算账 没有与耶稣一起经历过十字架 就会缺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寒冷与盼望 因此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不仅很容易在自己的内心里 激起不平 不公 不满的抱怨情绪 甚至更进一步 很容易就成为对他人的诅咒 受遇上害 没有与耶稣一起经历过十字架 就会缺乏耶稣在十字架上 对天父与对人的激情和热心 所以考验一来 自然就泄底漏气了 而以为没有与耶稣一起经历过十字架 就会缺乏耶稣十字架上的勇气 所以当面对迫害的时候 就会被软弱所征服 甚而可以拒绝承认主耶稣 所以弟兄姐妹们 在今天的福音里 耶稣预先以他那将要展现在 十字架上的爱与宽恕 来提醒门徒们 不反对我们 就是赞成我们 谁若是因你们属于基督 而给你们一杯水喝 他一定会得到奖赏 耶稣这种爱与宽容的态度 在本主日的第一篇读经 《户籍记》中 透过耶稣的预像 也就是梅色 也被凸显了出来 这篇读经叙述梅色 需要把自己的职务 和七十位长老来分担 于是天主摄取了梅色身上的神能 来赋予这七十位长老 他们于是凭着神能 并在天主的启示下 开始说先知话 当时有两个被拣选的人 阿尔达德和莫达德 他们两位却是留在营内 没有到会幕里去参与其他被选者的聚会 但是天主的神能依旧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他们如同其他被拣选的长老一样 也说起了先知话来 一名少年见到此情此景 就很气愤 因为他这两个人 没有和其他的人一起在会幕里 所以没有权利说先知话的 所以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梅色 洛书尔一听这个报告 就立刻维护梅色的权威说 我主梅色 你该禁止他们 可是梅色并没有嫉妒那两个人 他反而满心欢喜地接纳他们 因此梅色回答洛书尔说 难道你为我的缘故在嫉妒人吗 梅色深切更进一步 用充满宽容的语气说 巴不得上主的人民都成为贤职 上主将自己的精神贯注在他们身上 弟兄姐妹 看啊 多大的心 多宽的心 也就这样 梅色趋走了嫉妒 拒绝了下爱和独占自私的爱 因此弟兄姐妹们 不论是梅色的回应 或是耶稣的教导原则 都深深地提醒我们 我们的世界真正需要的 就是爱与宽容 特别是处在政治 经济 宗教信仰 冲突不断的 二十一世纪今天的我们来说 更是如此 梅色的回应 及耶稣的教导 为我们今天的人 真是当头棒合 不可不可否认 所有的人都有志一同 不是吗 都想要透过不同的政治理念 不同的经济政策 不同的宗教信仰 来建立一个自己所认为的更美好的世界 不是吗 但是讽刺的是 大家也都是有志一同 认定自己的方式才是唯一的方式 自己的想法才是唯一的想法 这个方式 这个想法 甚至好到必须以消灭其他的方式和想法 来限制自己是最好的 自己是唯一的 所以 真 宽容 是一门需要不断练习的功课 不论是我们个人 或者是我们的社会 或者是我们的世界 一旦失去了包容和宽容的心 暴力之气 很自然就会成为 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气息 也会成为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的主要风气 这个世界和社会里的人们 有志一同 渴望这个世界或社会 能够更真 更美 更善 但只因为彼此的种族不同 文化不同 宗教信仰不同 政治立场不同 理念不同 政策不同 想法不同 习惯不同 就弥漫着振振有词的狭隘心胸 以及随之而来的偏见 言喻 或暴力行动 但是 从有人的历史以来 这狭隘 这偏见 都不曾解决过世界 丝毫的问题 更丝毫消除不了 社会或世界里的不公不义 事实上 你卷入其中 用你以为的正义 然后其实是仇恨 在牵着你的鼻子在呼吸 偏见 牵着你的脑筋在思想 狭隘 牵着你的嘴巴在说话 暴力 在牵着你的身体在行动 于是双方明明有志一同 却各自持着 自以为是的正义 其结果绝对不会是 产生正义的交谈 却是仇恨的交锋 最终 不但彼此没有交集 没有交会 他只会把一个世界 一个族群 一个社会 一个家庭 一个宗教信仰中 不同的人彻底撕裂 因为仇恨与暴力 注定要一无所获 弟兄姐妹们 历代有许多哲学家 或者文人 都以哲学的思辨 或人生的大道理 在教导我们 如何去学习宽容 但是耶稣不是用大道理 却是用他 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 活生生的为我们活出了 爱与宽容的典范 对此 耶稣的十字架 帮助我们 不只从思维 去相信爱与宽容 绝对是可能的 更要帮助我们 从我们的思维 转向我们内心的心悦成福 去相信 并且变成我们基督徒 人格的一部分 好让我们 能在辨识不同当中 去展现开放 去发现相同 并在面对伤害的时候 动得去宽容 是啊 爱与宽容的生命 就在十字架上 耶稣所喊出的 父啊 宽恕他们吧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做的是什么 当中 完完全全 圆圆满满 具体实现得出来 这绝对会让许多执迷不悟 我以为算账 清算 计较 才能恢复正义的人 产生挣扎 其实 我们的人生真的有限 宽容带容的人 才能欲偿永恒 并真正快乐地活着 谨慎地选择自己的生活 心中听到来自前头 圣神的呼唤 不需要回头 去操心 已经走过 成为身后的那些种种是非与义论 现实生命很短 我们已无暇顾及过去 我们要往前走 走向永恒 同时更进一步说 弟兄姐妹们 耶稣不仅宽容理念相同 做法不同的人 他更宽容那些伤害他的人 耶稣在十字架上 关照自己苦难的方式 也教导了我们如何 从那能使我们的整个心 关闭起来 并使我们的生命事业 变得狭隘的苦难当中 解脱出来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着 父啊父啊 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的时候 事实上 弟兄姐妹们 你们发现到了吗 耶稣此刻 正是透过天主圣言 在观照他生命中最暗黑的此刻 他在十字架上 这句恍如充满绝望的呐喊 实际上是引用了圣言二十二 一开始时的呼喊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你为什么舍弃了我 这就是耶稣的方式 他借由天主圣言的光照 重新去看 去阅读 他此刻受苦受难的生命 因此当他在十字架上 面临天地一片昏黑的同时 他也看到了 这时候圣勇最后所宣告的光明远景 圣勇这样说 我要向我的弟兄 宣扬你的生命 在圣大的集会中 向你赞美歌颂 整个大地将觉醒而归顺上主 天下万民将在他前屈膝叩售 我的后裔将要侍奉上主 向未来的时代传替我主 向下代人传扬他的正义说 这全是上主所作所为啊 是的 弟兄姐妹们 同样的 如果我们愿意透过天主圣言 重新阅读我们的生命 那么在圣言的光照下 我们便能放下我们自己的狭隘偏见 甚至是痛与恨 并会如同耶稣在十字架上 透过圣言观照自己的生命一样 看见山的时候 你在山之外 看见河流的时候 你能够在河流之外 换句话说 若你能够透过天主圣言 观照你的狭隘与偏见 你就能在你的狭隘与偏见之外 若是你能够透过圣言 观照你的痛 你也就能够在痛之外 甚至 如果你可以让圣言 如果你可以让圣言观照你的恨 你就能够在恨之外 如此 姐妹们 弟兄们 你便能够超脱狭隘与偏见 甚至可以开始 从恨及痛当中解脱 而拥有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爱与宽容 阿们